大家好,我是Basketballtop的小编66 PLG职业篮球联赛 新竹工程师在今年季中找来前梯一云豹队洋将艾福伯 在球队战力不计的状况下 艾福伯靠着自身的硬实力因是帮助球队拿下二连胜 这场比赛也几乎能完全体现顶流的就是艾福伯和曼尼高 尤其在上周,富邦和工程师一战 几乎能确定艾福伯的能力是优于前两季PLG的最强洋将新特力 而和曼尼高相比 曼尼高拥有更出色的防守技术和身体条件 艾福伯则是在进攻手段方面又于其他洋将 两人各有擅长,能力应该是在同一个级别 不过碍于国王队强大的团队战力 艾福伯要在对决中处于上风,难度很大 这不得不让人好奇,上季T1联盟的小洋将究竟是有多强 平心而论艾福伯虽然是上季T1联盟的得分王 但论能力上,T1联赛比他强的小洋将就不止一人 由于上季T1联盟洋将能力强 比赛中经常能看到两队洋将放对标分的戏码 但从其中几场关键比赛就能观察到 艾福伯在对阵一些高水平的小洋将的比赛中往往会失常 这也体现出他能力上的缺陷 包括台皮队的科欧斯 中信队的金恩 太阳队的莱斯 这几人当中,金恩毫无疑问是能力最强的洋将 金恩及个人条件 技术,球伤为一身 他不只是上季T1的最强洋将 也是当今台篮最强小洋将 而在单体能力上 科欧斯和莱斯能力可能也都不逊于艾福伯 科欧斯拥有极强的身体素质 唯一缺陷就是投篮稳定性不足 就能力来说 他和艾福伯应该在一个级别 而莱斯则是和艾福伯相近的得分手 得分手段多元 不过在身体条件上 明显优于艾福伯 光是能带本土战力贫乏的太阳 扳倒台皮英雄 就能体现出他的能力 他应该是上季T16队洋将中 能力仅次于金恩的小洋将 莱斯上季场均30分 仅次于艾里的33.2分 威廉斯的30.8分 科欧斯的30.6分 不过最终 由于出赛场次的关系 得分王被场均28.7分的艾福伯拿下 此外诸如早哥 小虫之类 集中遭到释出的洋将 他们的能力 可能都和金恩在一个级别 可惜在配合度和球伤上面 略显不足 导致没能流到寂寞 你怎么看上个赛季T1 这几名小洋将的排序呢 这几名小洋将当中 你觉得谁最出色呢 请留言说出你的想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